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跟妈妈的珠宝好好PK一下 好 我们先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 超强的精灵团邀请到 台湾宝石协会荣誉理事长 风向大学助理教授李荣兴老师 大家好 姚灿宝石精灵所自然精灵师赖俊明 大家好 来请到猪尔士技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总监 大家好 欢迎艺人冠志以及冠志妈妈 哈嘞 大家好 你们姐姐 你好 天姐 我上次来打尾就是这一位 小时候就似乎他钓过就对了 对啊 钓他钓 你要打到真的 对啊 还可以长到这么高 对啊 真是 然后其实呢 我跟我妈妈感情其实非常好 弟弟小时候我就 因为这次记得我去买一个东西 所以我开始就很幸福了 他也很幸福 我 我很幸福 你最幸福还是他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不是要去买人生 然后冬粿 还是补品吗 你怎么都去买主宝 那不好 那个都已经吃过了 所以那没有了 所以我不要把这个还贵 你身体不好 有什么妈妈要买主宝 因为他身体不好 你要疗愈自己吗 对 我去买那个管 所以我去买这个东西 才开始去收藏这个主宝 去拜观音的时候 隔标刚好有一间主播店 你怎么知道 主播店又去的 没有旁边 没有旁边 因为是关聖婆在旁边 是不是有那个容易 受精的体质 不是 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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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小时候算是 算是早产出生 所以我身体很不好 所以我 我又想起 所以我怕到 那个怕到 怕到 判斐的事情是没关系的 对于说 你是不是容易有 看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容易很 你是不是有连异体质 有一点 那所以可以带 连异体质 还什么叫做有一点 就是 你会看得到吗 我看不到 但是感应得到 对感应得到 那你现在觉得我们摄影棚 有没有比较冷一点 其实还蛮冷的 你觉得摄影棚 摄影棚 没有是因为带妈妈来比较冷 对 因为摄影棚 摄影棚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 摄影棚没问题 很安全 很干净 所以小时候 他曾经透过你的珠宝 就被你打了 对 但是也开启了他的珠宝人生 听他说他也很爱买 对 他也很爱买 好 我们来看看到底 从小耳濡默然的观智 他买的珠宝 跟妈妈的 我们来小比较一下 好 没问题 PK一下 这是一个翡翠 它中间很漂亮 镂空的 镂空 对 光泽很好 他标榜那种所谓 雕刻的工艺 哇 真实了 真实了 耳濡默然的观智 他买的珠宝 跟妈妈的 我们来小比较一下 好 没问题 我们来PK 好 来 来 观智买的 老师好 你好 我买的这个银戒 跟我今天的银戒 我就想到我当兵的 伤心的往事 那这个呢 这是观智买的戒指 这是妈妈买的戒指 是啊 好 我们先放在一起 给观众朋友比较一下 好 来 观众朋友你先看一下 先让观众朋友 我们电视先看一下 你们觉得谁比较厉害 谁买得比较好 那就是我的 你看 这个年轻 这个老的 好 来 观智来看 原来买多少钱 这个 这个是一对银戒 银戒 那主要就是因为我那个 一对 那所以它应该是 为什么会 一对的话 如果砍半是七千五 那为什么会是 只剩一只呢 它应该是男女对戒 是吧 那另外一只在 我严掉 但是这个是 为什么严掉 因为有一个故事 因为我那时候 在当兵的时候 有交一个女朋友 让我说 做银行 如果交女朋友的话 很容易会兵变 但是我想说不可能 我跟我女朋友感情很浓厚 我们也都会时常讲电话 所以我想说 常常没接到电话了吧 不会 一开始很常接到 后面可能因为就忙 就没有接到 那我想说 我们感情那么浓厚 这种事情 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好 那我就快退伍的时候 我就用我当兵 因为我们当兵 都有那些钱 也会有钱 很少 对 很少 但是我大概 几乎全部存下来 那我就用我存下来的钱 然后去买一对男女的银戒 然后我也想说就是 我退伍的时间 我永远没有跟我女朋友讲 我想说呢 就当作是我跟我女朋友的 定情之物 给她惊喜 给她惊喜 退伍的那一天呢 我就跟我同弟想说 阿妇 你知道我回来 就知道我回去 没有让我女朋友知道 那我也订好餐厅了 也准备就是要给她一个惊喜 那因为那一天她刚好 晚上六点下班 我就五点半 就已经在她的公司的对面 对面刚好有一个墙 就是看不到我 然后我就买了一树鲜花 就很开心 一往左边一看 我女朋友跟她男同事 两个手牵手 下來 手牵手 手牵手走下来 然后他们一又出 因为他们有一个那个 自动门嘛 出去之后就这样烂 这样抖 我当场 这在路边吗 路边抖 对 老师你要叫我抖一下吗 不啦 她可能是脚受伤的 那可能是这边有什么 她帮她治疗啦 没有 是真的很近 老师你经常都是要去 只能这样讲而已 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 但是我是真的 老师你是过来的人 没有 没有 她是真的很近 真的有亲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花丢了 我就骑摩车回家 我就立刻传讯息跟她说 我要跟你分手 那后来我女朋友也跟我承认说 她们交往已经三个多月了 那我一听到之后 我就把我那个家 我的窗户 我们房间的窗户 我就把那个她要送给她的戒指 我就往外一丢 为什么我会留这个 是我要警惕我自己说 以后不要再这么世人不亲了 所以我才留到现在 对 所以原本一万五 对半就变七千 七千五 是 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说伤心的往上去 现在还会去吗 这几年前的事情 距离我当兵 那我十几年有了 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你还真的这么介意 很气 因为是那个女朋友 是真的对我很好 我妈妈也知道 你不管交任何女朋友 妈妈都不会满意的 好 这个是 好 这个是 冠志买的七千五 那妈妈来讲 你看妈妈的 这个戒指是 当我结婚的时候 婆婆送我 医院 然后有一天 婆婆在吃饭 他吃吃吃吃 就跟我手机的 在房间看 他说 你看看这个东西 你有感觉吗 其实我很感觉 但是我又不敢说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老公说 我跟你说 你很厉害 娶一个 很乖的媳妇 这个好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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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做媳妇 我很感到 我很高兴 所以我把自己的手机 送给你母 他对长辈都真的很好 对小孩呢 对小孩也是 只是为打而已 改怕要怕 改怕要怕 我妈她是死命的打仗抽 对啊 她的孩子是 不手软 你有手软 你没看我打得过 都散掉了 肉都去 好 所以这是婆婆给媳妇的 你说一万二 一万二 对 我们要不要先见官智的 好 好 来 我们先见官智的 来 请见价 其实 它就是一个 为什么 简单的这个银戒而已 可是它上面不是有钻吗 上面下了一颗 这个苏联钻 小小的苏联钻 白白的这样 所以这不是很值钱 就是苏联 就是假设是 你现在花三千块 一定可以买到他 一定可以买得到 关智 你那时候在哪里买的 怎么会去买到苏联钻 你不是去银楼买的啊 没有 不是 我去那种路边摊 因为那时候当兵嘛 那时候想说 刺客就好了 洗澡 万五 万五 但是万五没胜 路边摊万五 算路边摊敢买一万五 真的是 路边摊 算厉害了 买一万五啊 就因为我那个时候 就想说 反正就青菜万五 反正就开了 想说要送我女朋友嘛 反正一万五再赚就好了 那是路边摊耶 对 就真的啊 一万五啊 来看一下妈妈的这手机 好 来 我们来见价 请见价 购得好多耶 妈 我自己购了好不好 我也购了 这个两万一千元 最主要这个台是两万块 那这个一千元是 这块翡翠是逼货 所以它是这个一千块 所以翡翠只有值一千块 对 它是很老的 所以反而是借台啊 对 现在K金涨价很多嘛 然后上面很多钻石 所以既然你做起来这样一个台 大概花两万块一定要的啦 所以两万一千块是这么来的 这个翡翠也比翡翠贵耶 是...对 不过婆婆的心意啦 对啦 还要早期的心意 可是婆婆也不知道真假啦 对啦 那是 古早人 四十多年也算很好啊 对啦 对啦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那就是冠志买的 冠志 那个呢是也... 我在七年前的时候 七年前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工作是服装造型师 正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珠宝商的朋友 那有时候比如说帮艺人借衣服 或是出席活动 他不是都要带一些珠宝啊 耳环要亮亮的东西 而且这个朋友好到怎么样呢 就是通常你借珠宝是节目线 或是活动的话 都要秀出厂商的线 他说不用 你只要寄的东西拿回来还我就好 那我就非常... 这个厂商很好 很好 非常感谢他 那有一次呢 他就开了一个新的珠宝店 就邀请我就是去他们派对 这样玩就对了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就属于OK 想说好吧 灌就... 因为我买了两样 那这是其中一样 这个大概花了六万五买的 这是一个翡翠齁 它中间很漂亮 镂空的 镂空的很漂亮 对 然后下面又有一个佛祖 有一个莲花 雕工好细喔 很漂亮喔 对 最主要是... 很担心一碰就断掉 所以我很怕啊 就是标榜这个雕工而已 这雕工真的很美 对 关智你做过服装是喔 对 是 所以你帮很多艺人借过衣服 帮他们做过造型 有 像什么 最难搞的是谁 其实就是每个前辈 蔣振东对我蛮好 也不会说难搞干嘛 好 那我们不要讲难搞 最难借衣服的人是谁 最难借衣服的喔 这样穿也不好看 这样穿也不敢 对 对 这是很前辈的前辈的前辈 对 但是她对我很好 是因为尺寸比较难接到 对 她尺寸比较难接到 然后又要改 然后有些常常不肯给改 对 因为有一些你如果改的话就要买 没关系啦 妈妈也是不肯买衣服 对吗 你知道吗 我妈说 我妈说我妈 我妈真的 我之前像我当服装师的时候 其实因为有跟那个厂商 会就是比较熟悉嘛 就是会有一些折扣 所以其实你已经跟那个超大浩 已经应该都很熟了啊 有 但是我每次 你应该帮妈妈也造型一下啊 有 我也会叫我妈 我妈说我刚才有这么大口穿 然后穿上去说 还有嘟嘟的好呢 就很大了 然后再去用盖 娟姐 我跟你说 我除了我的境界以外 我从来 好啦 会来讲 这个小脸 这个赤子就是当时 你看高官的 对 我的高官的 它这样是一个很典型的 所谓糯米种的这个赤子 那品质是非常好的 很光亮 光泽很好 它标榜那种所谓 所以它往裡面雕刻很多 所以這個喔 這您戴的時候很小心 就不要撞斷了 一撞斷了 整個架子都沒有了 很怕 像我收藏起來 我都用那個... 這是要一個盒子裝好 對...這是一個很不適合帶的主堡 好 我們來建架 請建架 爭執了... 我們阿嬤那時候要結婚 在他們娘家就是... 要有就要跟他... 90年了 告訴你 這是一個很好的古老公 現在沒有師傅會做這個的 老師傅的手藝 是 我真的很幸好這個手藝 好 我們來建架 請建架 爭執了... 開心... 這個品質的這個墜紙 現在行情差不多一萬五千人民幣 我看是要的啦 人民幣 因為它乾淨 沒有什麼瑕疵 這個品質至少也要一萬五 那我真的買對了耶 然後光澤很漂亮 然後雕工也很好 雖然是現代的雕工啦 不過這最主要就是說 它裡面沒有什麼重大的瑕疵 這是您戴的時候 我看是不要戴啦 這一撞就斷掉了 我剛才拿的時候很小心啦 結果這個玉沒斷好 這個鏈子倒斷掉了 那沒關係...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鏈子沒關係 你看你要是我沒有事情 要把你弄斷的話 假如你戴的時候斷掉 對不對 那整個毀掉 所以我幫你的 謝謝 打恩 謝謝... 來 樂老師 這塊翡翠我的 它的雕刻我非常推崇 第一個它夠厚 第二個呢 其實它是兩面雕 有層次的 它有前面的一個雕工 跟後面的雕工 它是有層次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從正面看 從另一面看 它有不同的趣味 對 不同的趣味 然後呢 其實它上面是一隻鳳 上面是一隻鳳嗎 我會建議貫置要戴 要戴喔 上面是一隻鳳 你指的是這裡嗎 上面是一隻鳳 有鳳來潮 小小的 那我如果是給我媽媽戴呢 因為鳳的話 不是都是屬於女的嗎 然後男生偏龍不是嗎 那你知道男生要戴佛還是戴觀音 可以兩個都戴嗎 我告訴你男生戴觀音 女戴佛 女戴佛 為什麼呢 男生戴觀音的話 會讓自己的暴力之氣呢 會壓得比較低 然後會有慈悲 那女生呢 因為比較優柔寡斷 所以要戴佛 能容大度 喔 了解 你戴了之後呢 我告訴你 其實它上面這邊是一隻鳳 然後你看鳳是從上面往下飛 其實這一塊含義很好 如果說你現在沒有女朋友的話 你就戴著 那自然就會有 像這種物件呢 因為就是白白的一塊玉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我呢 我會建議說 我們這邊可以用一個荷葉 用一個荷葉 讓它成熟一點 什麼叫成熟呢 菊老荷枯就會成熟了 什麼叫菊老荷枯的意思 菊老就是那個菊花 長壽菊 它如果老了之後 那個整個那個花瓣 它會往下碎 然後荷枯呢 荷葉枯了之後 會有什麼呢 會有結果 菊老荷枯的意思就是說 你那個荷葉上面凋零了 可是下面的蓮藕就會結了 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個 因為這一個雕刻的很好 雕刻的非常漂亮 那我們 我再來講 這一個雕刻大師 你知道他買了一塊 一塊那個翡翠的原石 非常的大塊 非常的大塊 然後他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去雕它 因為它切下來之後有十二片 那我要怎麼去雕它 能夠讓它變成是無價之寶 它雕什麼呢 清明上河土 這是它細部的部分 真的是雕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小多天宮 它那個不惜種枝 不惜種枝 雕了四年 冠枝嗎 如果冠枝要交女朋友 你有什麼條件 只要他很乖 兩個構成的這樣就好了 你都這樣說 為什麼這個不敢 那個不敢 人家已經高過來了 你只敢敢一個 其他你不敢的是 為什麼不敢 一整個不敢的是 其他那兩三個不敢 就是 有了會抽菸 有了會有刺青的有賣 刺青你也不能接受吧 我剛剛住在床上 觀念比較保守 觀念比較保守 所以就覺得 結婚也不行 刺青也不行 覺得很奇怪這樣 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接受了 現在可以了 所以媽媽是比較傳統的 我媽比較傳統 對啊 好 而且我要教女朋友媽媽說 你先帶我給我鑑定一下 可以你帶我去幫你睡 不然我都可以睡 而且我媽媽還跟我說 要記得 你要不要帶我 要記得帶套 這對我們可能不能播出 要記得 好 來看一下媽媽 來 這是媽媽的收藏 她先這個 子育館已經成功了 因為小時候 冠至她的體肉多病 然後有一次她 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 然後七點多去到學校 八點十分 老師的腳踏都說 你快點把家庭回來 臉都變白 那時候她心臟沒有 十點都叫不回來 然後 現在小時候心臟不好 對 就是很嚴重 現在很好 生得這麼大張 現在都好小好小 對 媽媽幫我調理得很好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我朋友來就跟她說 你這個小孩 過得這樣不行 你那個藥也吃那麼多 檢查也這麼多 要檢查到 醫生也看這麼多 一直都沒有 不然我帶你去 觀世音菩薩 還有一個大佩水 去喝看看 我跟她喝起來 慢慢地改善 所以我有這天 和朋友 她就說 不然我們二十個二十年後 朋友跟我說 不然我們來去世家 我說好來去啊 去世家 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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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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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後我就看了 這個子役館 我跟她很喜歡 很喜歡 然後就去看 看了她的旁邊 就是這個雙色菲萃 雙色菲萃 對 我就去跟她說 老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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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說這個 開價是二十八萬 對 然後我說 怎麼這麼貴 不過我又很喜歡 後來老闆在跟我聊天 聊聊聊 原來是我們老闆以前的小孩 就這麼剛好 對 就這麼剛好 然後她就說 好 不然妳那兩行都要拿 這樣就是 給她算兩行 給她算二十五萬 對 關心小時候吃很多藥嗎 對 小時候很 吃很多 吃什麼油 是補品嗎 不是 她生在外面 人家都說 妳怎麼吃到那個小孩 我吃不到 現在很大 人家說 那不真的小孩怎麼會大 怎麼會那麼大 她小時候是怎麼樣 比同年年小孩都小嗎 對 然後很瘦 很瘦 然後很瘦 妳可以吃很瘦嗎 後來 可以吃 要吃飯的瘦嗎 還是 要吃飯的瘦 然後調理身體的瘦 調理身體的瘦 調理身體的 還有很多人開的 還有很多人開的 人開了 一個伯母的東西 慢慢地調用 就好了 我小時候就在吃人生 這時候沒問題 現在沒問題了 冠姿是做過服裝室 她一定有幫忙 幫媽媽挑到適合的衣服 幫媽媽打扮很漂亮 姐媽媽今天這樣打扮也是很漂亮 OK 我幫她挑 挑很久才挑到這一件 所以這套衣服是你幫她挑的 這套我幫她挑的 我還為了她 因為我其實我很少 所以你們兩個是 刻意穿一樣的嗎 對 我刻意跟我媽媽穿一樣的 果然是服裝師 想說母子 一起來上 因為其實講真的我 可是可以找到這樣的襯衫 也不容易 不容易 你自己把它貼上去了 我不是嗎 這個是我去買 去逛街的時候買的 然後想說 剛好我幫我媽媽挑這一套 因為我很少有這種衣服的材質 這種顏色的衣服 我想說 挑到剛好跟我媽媽一起上節目 一起穿 所以這是母子服 對 這個很適合那個 聖誕節的時候穿 她說你啦 說你啦 有沒有聖誕樹 有紅又有綠有沒有 這人 這人 你叫她同樣的 你現在還跟誰 沒有 等等 我原本呢 只有挑這一個 這個 圍巾是我媽媽媽自己加的 我原本想說媽 你要不要 對 好了 我們來見一下 好 好 到底現在值多少呢 請見價 他在做料 怎麼會差這個 現在像這樣的一個墜紙 大約我看 就是它這個墜紙 因為它顏色不是很均勻 只有一邊比較綠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墜紙 現在的行情 超18萬元 可是它另外這邊很綠 很漂亮 就是它是由這樣白色的 慢慢地淺綠深綠 對 所以說它來講 整個它也不是很厚實 所以我看 基本上是不錯 但是它的行情 就大概18萬 我看是差不多的 紫玉觀音呢 紫玉差不多是3萬塊錢 紫玉 基本上來講 整個都是紫色 是可以的 因為它旁邊也沒有箱 什麼K金都沒有 就簡單 這個玉的原料 這個翡翠 差不多是3萬塊 所以加起來是21萬油 21萬 是是是 沒關係 你很老 那這有時候 這個高低 是還有牽涉到 很匯率的問題 的確在這幾年 像這樣的 不是滿綠的 不是玻璃種的 不是很頂尖的 它的確很明顯的 不是緩緩的 是很明顯的降價 真的是這樣子 這是冠志買的桌子 這是我的 對 這是媽媽的桌子 對 媽媽的 那其實這個 老師你買桌子幹嘛呢 這個其實是我那個 同一個珠寶山 是另外一個的 一個東西 這個是6萬5嘛 那我買這個是 那是一萬一萬一 兩件 這是另外一件 那因為我想說 裡面都是女生的手鐲 比較多 那因為她看這一件 她說男生很適合戴 但是我買來我不敢戴 因為服裝是 牽牽牽牽我會怕撞破 所以我買了 也是說當收藏品 然後順便跟她捧藏 對 所以這個買來 所以你是買來自己戴 買來自己戴 蠻少男生戴桌子的 不多 很多人都戴壁桌 就是它比較寬的 然後方形的 戴在手上 拉到這個 手臂上來 比較多 壁桌 不過這幾年 就開始也有這種風格 穿著中國服 戴一個比較說 中國裕 白裕的手鐲 或翡翠的手鐲 寬版的男生 也越來越多人 這麼戴的 好像那顏色呢 又不是我們一般人 所熟悉的 不管是白翡還是綠色的翡翠 這是我們七彩手鐲 它這個什麼七彩手鐲 七彩手鐲 這是一個名稱 事實上來講 它是一個十英子的手鐲 怎麼說呢 因為它其實這個是十英 這是水晶 這引晶子的十英 它並不是 所以它不是翡翠 不是翡翠啊 對 它裡面 它有很多的綠泥石 這是這樣的一個礦物 所以我們稱呼叫海藻玉 像海裡面的海藻一樣的 有人叫海藻玉 這樣子 所以說它基本上不是翡翠 不是翡翠 我是被騙的 糟糕 冠軍會不會拿翡翠的錢 對啊 拿翡翠的價錢 然後去買十英回來 對啊 所以冠智買多少錢 一萬五 一萬五 對 好 我們等會再來見講 我們來看媽媽買的桌子 好 媽媽買的桌子 就是我們一般傳統 比較喜歡的 綠一點的桌子 是 對 那冠智可能比較時尚 所以它不一定要選綠色 它選青菜的 所以媽媽買的就是傳統 但是媽媽為什麼會有這個金扣 這是因為登起了嗎 這個東西是因為它 它是九十年的東西 九十年前的東西 四十幾年前 我們阿嬤 我們阿嬤 你阿嬤我們做 對 我們阿嬤 我們阿嬤那時候要結婚的時候 她娘家就是 買為了要給她 看家庭買兩架餐 才有三千塊買這個桌子 兩枯餐 兩枯餐的概念是 國獨夫我也不知道 兩片田地賣掉去換一個桌子 一個桌子 九十年了 九十年了 去讓她做嫁妝 對 然後我阿嬤就告訴我 這個東西 老年你結婚的時候就送你 你好好幫它保障 因為它是很久很久 因為它兩枯餐比較換 但是那個時候 三千塊 所以這是傳家寶 對 那個時候三千塊是很大 九十年的三千塊 九十年前的三千塊 後來阿嬤就傳給 傳給我 傳給你 那你將來會要傳給 我們媳婦 不是 她媳婦 對 媳婦媳婦 好 傳家寶 那之所以會有這個金寇是 因為她可能是當初 我阿嬤可能有 寫到回去 所以就去家用 就把它接起來就對了 做起來 對 所以這應該是斷掉 然後把它接起來 成語欲蓋名章 阿嬤 從阿嬤時候的嫁妝傳下來的 很老 我們先來一件冠製的 好 一萬五的桌子現在值多少呢 請見價 是一樣喔 這樣沒料 這樣沒料也算了 像這樣的手桌 現在普遍上來講 市面上賣一萬多塊是差不多的 對 好 那我們也來見媽媽的 好 媽媽來 請見價 三萬五千元 三萬 三萬 很高興 三千變三萬五千元 很高興 如果它沒有斷 這樣的桌子 以這樣的品項 大概現在值多少 我們剛剛 三萬五千元 是怎麼估來的 就是這個手桌 是三千元 然後這個K金目前 K金很貴啊 供一這一段 八千 所以貴在K金 四八三十二 好 再加上一個三千塊的桌子 就是三萬五千元 這麼來的 所以如果 如果它沒有裂呢 假設它沒有裂的話 像這樣一個品項的桌子 因為它是屬於那種 比較岸青的 然後屬於那種 我們叫糯米種 那這樣的行情的話 現在行情 大約差不多五萬到六萬塊 是要的 雖然它的顏色稍微深一點 不過呢 就是說 它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像 你可以看出來 它旁邊有一個黃黃的 那這黃黃其實不是本身 玉黃黃的 是因為它做的時候 有一些膠 慢慢的氣過來 所以久了又這裡會比較方便的 像這樣有刁 對 刁剩過去的 然後這是很好的古老工藝 現在沒有師傅會做這個的 把它打開 打開 它可以開喔 對 到最底以後 然後把它打開 可以帶走 把它扣起來 因為現在的工藝沒有會做這樣子 現在很少看到這種 然後扣起來之後 它等一下把它扣起來 然後再鎖進去 很安全 現在老的師傅還會做這樣 就不多了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都做一個扣子 用力一壓 拉開 然後這樣 扣這樣彈性的 很簡單 不過我覺得這個就很優雅 就屬於很像古物 看起來就是至少四五十年的 那種古董 這有點像我們以前那個老師傅 做的家具都是卡順 是啊 都是那個筍結的 他們不釘釘子 所以我就很欣賞 就是那種 老師傅的手藝 是 我就很欣賞這個手藝 而且你看了 現在的師傅做起來 這個玉 跟K斤有一個高低 戴起來會卡一卡 不舒服 他這個磨得好平喔 你磨完看 所以戴起來會很舒服 很舒適 不夠什麼 代表K斤 它是做有點弧度的 邊邊是很薄 對 邊邊很薄 中間比較厚 真的很好的工藝 冠志走這一行 你會不會替他擔心 有 剛開始我真的 他是瞞著我來做的 一剛開始就 在友達上班 然後一偷偷 那很好啊 對啊 那時候是高科技 很多人都說 能夠進這樣的公司 叫做電子星貴 對啊 然後他慢慢慢慢 他就先跟我做什麼模特兒 我都不知道 他就做服裝師不是嗎 剛開始 後來 你是先做模特兒 然後才去做服裝師 然後人家拿一個模特兒 他說 你兒子送上模特兒 我說 我想說 會送上模特兒 他都壞事 不是 我都很怕 很煩惱 我們跟他說 那他每天有沒有 還是乖乖去上班 去友達上班 還是有 所以你是騙媽媽對不對 你根本沒去上班 我是騙媽媽 你每天帶有公司班 沒有假 這真的有上班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輪班 作惡休惡 所以我是利用休假去 但是我都騙我媽媽說 媽 我要加班 朋友看到跟你講 對 朋友跟我說 哪有可能 我們小孩沒有做什麼 拍台子 有什麼最寶座 很緊張 我說你給我看看 他說 不然你要去自己買 然後那個時候 還是要你自己去買 對 我去買 沒有人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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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個公告是 公告一個 蘋果日報 對 因為我那時候有 公告一個 公告一個 公告油 十部人要吃油 那時候就是類似那種 壯陽藥什麼 因為以前那種 蘋果日報 就是有一些什麼 就是你如果不痛 就怎麼樣 然後壯陽吃 那些動作那一些 他們就找我 一次拍一次 一千塊 剛開始拍那一種 剛開始拍那一種 對 還拍壯陽藥廣 對啊 媽媽就是會念 因為說你是不行 所以媽媽當時 第一時間看到這個 廣告社的心情是 不好 不好因為 我感覺 你就是乖乖在上班 就好了 不然你做模特兒 你也揭一個 比如說 手錶的 有 車子的 那是後來才有 對 我是說剛開始的時候 對 媽媽看到是說 你如果要去做這堂 你上午也揭一個 竟然去賣做洋藥 因為一開始 我們有碰到好的經紀公司 那想說先求有再求好 想說先踏入這一行 再慢慢再往上 所以那時候 媽媽第一時間是心情不好 對 不好之後呢 那天是等他回家 沒有想過 沒有 現在也是正常的投入 沒關係 有時候你會騙說 你已經就沒上班 你跟我騙說你還在上班 後來就真的沒上了 你是希望她不要去 不要再去做模特兒嗎 還是 我愛她正常上下班 我覺得這樣比較穩定 也比較辛苦 但是她 不聽你的話 小孩大小 對啊 我媽媽革命三個月 我媽才答應讓我來台北打拼 因為我就跟我媽說 媽 我又不是去偷 去搶 至少我那時候還年輕 你至少讓我有一個 有一個夢想 想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那我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我再回來台中陪你 所以我媽後來就有妥協 一開始我媽不要喔 我是打電話給我金寶 我們小寶跟我奶奶 然後一起來說服我媽 全家族出動 全家族全部打 然後來說服媽媽 她說 後來我去試試看 好 最後來你就答應讓她去試試看 因為我剛才說我都打電話 都很高興 她想讓她來台北 我也很不放心 但是她確實現在闖出 自己的一方天地了 還好 做得不錯了 還好 謝謝 這樣現在有放心嗎 現在有放心嗎 好 我們來看這是 罐子 有罐子怎麼會買 這個呢 這種顏色很少見耶 這個其實不是我的 這個是那個我姐姐的 我說你等於摩美大姐 這是我大姐去年的時候 她去那個馬達加斯加旅的時候 馬達加斯加旅的時候 對 然後去那邊玩 然後他們就剛好有一天 就剛好沒事 她就跟她的朋友 然後去逛街 逛街到有一間珠寶店 然後那間珠寶店很特別 它有很多就是各式各樣 不同顏色 不同的款式就在那邊 然後我姐就看到這一個 然後她就很喜歡紅色 因為唯獨只有這個紅色 其他都紅色她不喜歡 淘紅色 對 然後剛好我大姐 她的幸運顏色又是紅色 所以她一看到就非常喜歡 就直接問 然後就她說這一個多少 二十萬 二話不說她就買了 那買了 二十萬耶 二十萬 台幣喔 然後現在回到台灣之後 她覺得說 剛好我要來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不然妳幫我給妳見價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有到二十萬 她現在又在懷疑了 對 問題是 老師妳要想我做 我們通常都是 像剛剛這個是桌子 離開或斷掉 我們才做這個金扣 把它扣起來 那為什麼她這個也要做一個這樣的扣呢 所以這個也是有 還是她本來也裂掉 她可能 她應該不是裂掉 是原來是抓兩個壽桌 兩個這個 這個是紅寶石 沒有說是原礦 這原 岩石類的紅寶石 它不是像我們那種透明的 所謂的組合的 不是我們一般在看到 對 岩石類的 所以她就把它捉蒙兩個 然後把它 這可能不是在 當在那邊做的 可能回到台灣才做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像這個東西的工藝 屬於就是我們在亞洲的工藝 不可能在 在非洲會有這樣子 人家做這個東西在賣的 所以等於說 他們是用好之後才到 運到馬達家是家那邊賣 有可能就是說 可能在中國或是在哪裡做的 做好以後再送到那邊 中國賣給華人或遊客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這個是姐姐買了 二十萬 等一下 沒台妹喔 我會買這個是因為想說 我現在長大了 那媽媽就像觀音一樣 那我就像龍一樣 可以帶媽媽四處走 保護媽媽 那妳為了我們這一家 辛苦了這麼久 現在應該要換我們 好好的來孝順妳 讓妳放心 然後這個還是我今年用 我拍戲存下來的錢買的 我感動喔 很感動耶 謝謝姐姐買了 二十萬 等一下 沒台妹喔 那來 冠子媽媽 這個戒指呢 這個戒指是我 五十歲那年的生日禮物 那大女兒她常年都在國外 所以大女兒就是買馬鈴薯 手鐲是這個 對 手鐲是這個 然後她常年都在國外做事 很忙 那天的 生日她就沒辦法回家 在母親節時她就提前兩天就回來 然後她都跟我騙三人 都跟我騙說 大姐沒回來 然後她又把餐廳都訂好 什麼都做 一切都做用好 那媽媽媽媽說 我們去餐廳 她就拿蛋糕出來 放這個手機出來 然後我想 大女兒也回來了 我把餐廳去看 要去吃飯了 我看起來很感動 然後 把餐廳都回去了 那些女兒為了表達消息 還特別安排了 一場溫馨的晚餐 然後買了蛋糕 買了戒指給媽媽 真是滿感動的 那你還帶她來見假 她還是有懷疑會不會是買假的 我懷疑是後火車站買的 他說這個要十五萬買 我說我看看 是真的還是假的 沒有 因為這個 當時因為這十五萬 那因為我大姐 她有跟我們商量說 畢竟是我媽五十歲的大壽 所以其實你有出到三分之一 我出到三分之一 對 然後因為 你們叫幾個小孩 我們叫三個小孩 就我大姐 我二姐跟我 所以我那時候大姐 就有跟我們討論說 她媽五十歲生日是不是 就是我們三個要不要表示一下 想說媽媽那麼辛苦 那我們就各出五萬五萬五萬 因為那時候我經濟還許可OK 然後所以我們就各出五萬買 這一顆戒指 然後後來我終於知道 什麼叫鑽石很久遠 一顆就破產 一顆融流傳 後來你罐子怎麼可能 五萬塊就破產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好不容易存到五萬塊 就因為想說 好吧 把她再賺 就有媽媽這麼辛苦 從小這樣搗搗搗搗搗搗 把我身體勾到這麼好 把她五萬塊買這個值得 不會啦 送得很給你 對 謝謝 好 我們來接價 我們先見姐姐的桌子 好 來 請見價 三萬元 好好好 大姐 我跟你說 麻辣椒是這東西 不要買 她真的被騙了 她是 對 她就是一個 岩石類的寶石 她沒有什麼 就是這種東西 她就是去那種 伙伴店我在想 對 這種東西 專門在抬觀光客 現在在大陸 這個荔灣廣場 這個廣州市荔灣廣場 很多也在賣這種東西 那她就是屬於那種 但你剛剛不是說紅寶嗎 她是紅寶 對 但是因為她 整個表面上 都沒有拋得很光 光亮很漂亮 其實她是一個品質 一般般的所謂的工藝品而已 她並不是我們所謂的珠寶 那她如果不是兩段 這樣結起來講 是她一圈的話 有段一圈的話 有這種東西 那通常都是 都跟幽連石共生的 她的品質 會比這個稍微差一些些 不過假如整個完整的話 那種椅子差不多十來萬 是沒有錯的 表面上你看這個照片 然後你看這個照片 它就是很 它就是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 然後這個就是 都是很粗糙的面 然後這裡是紅寶石 跟一般可能是 大理石或是白雲岩 共生礦 去取出來的岩石類的寶石 把它磨成像手鐲狀的 然後做成手鐲 糟糕 這個戒指會不會也買貴了呢 我們也來建價 請建價 三十七萬五千元 哇 太好了 三十七萬多耶 三十七萬多 瑪莉果 瑪莉要拿銷子嗎 不可能 這個是一個 這個很漂亮的原器 這個是一個什麼鑽石呢 這是一個e color 它有GI證書 一個VS1 然後它有 它的重量我記得是1.0 你剛才有打1.0幾 對 1.03克拉 1.03 然後1.03呢 現在的行情 一克拉 這是原轉 這是國際報價表 一克拉到1.49 然後呢 它的顏色是e color 它確實是e color 這個腰部有刻字 可以找出來那個 這個GIA的號碼 再來它的進度是VS1 所以目前是 一萬零八百美元 然後它是三個X的 沒有螢光反應的 所以說呢 我們把它乘以 現在的匯率三十一點五 再乘以1.03 再加上這個檯 鑽石的部分大約 差不多三十五萬 然後這檯差不多兩萬五 所以三十七萬五千元 真的恭喜你 這非常非常好耶 謝謝 好漂亮 好會買喔 很棒 這麼厲害 這個買十五萬可能嗎 這到底去哪裡買這麼便宜 我們當約十五萬 八年前 八年前不可能 不可能 真的 我相信你姐姐騙 一點收一點而已 我敢講 真的 不可能 八年前不可能十五萬 我做鑽石那麼久 怎麼可能 對不對 那這樣可能 八年前大概多少錢 八年前的話 八年前的話 算起來 應該也差不多 現在不得了啦 也有三十二萬 鑽石的部分 三十二萬的行情 我們做石頭那麼久了 這個東西 那麼厲害 他就買得特別便宜 不然我聘請你姐姐 來當我們的這個採購顧 採購的這個部長 就OK啦對不對 沒問題 對 關心你們家裡是三個小孩 對 我最小的 可是看得出來 不管是你還是姐姐 跟媽媽感情都很好 我們都很好 是因為從小 據說是媽媽 母帶父子 來照顧你們長大 對 沒錯今天 可不可以談一下就是 你們小時候成長的 小時候就是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呢 就是我爸爸 他在我國小五年級的時候 就是出車禍就走了 因為一場車禍走了 就我爸爸走了之後 就只剩下我媽媽 所以是我媽媽辛苦 把我大姐 我二姐 跟我辛辛苦苦 把我們帶大 那因為就是媽媽的辛苦 媽媽那時候是做什麼工作 一樣還是做豆腐 那因為做豆腐 媽媽是做豆腐 做豆腐 那就要開豆腐工廠 那都要自己下去做嗎 對 那那個因為我爸爸 他就是負責因為要搬財 要快去祭豆腐 我媽媽就是要翻那個 翻豆腐 那時候都是人工 然後手工去做 對 所以以前家裡 本來是開豆腐工廠 對 主要是爸爸跟媽媽一起做 對 但是爸爸突然離開之後 就媽媽一個人苦唱 就是媽媽 我媽媽要搬財 然後要在祭豆腐 就要翻翻 那我媽現在手這邊 已經有一點 就是會痠痛 因為就是已經年紀大了 所以因為就是那個職業傷害 所以有時候手會怕不開 對 然後這樣幸福把我們帶大 所以做豆腐是不是都要很早 晚上十二點起來做 晚上十二點起來做 我們晚上十二點才開始睡 我們十二點做到早上 都批發好了 對 才會睡 對 才會睡 才會睡 是 大家都這樣 然後他那個職業的時候 很壞 我都沒辦法去收錢 他都給我收錢 收錢 就請了很多 很多 他的朋友 同學 我說都來吃吃吃的 你說我是豆腐的 豆腐的兒子都算我的 錢都算我的 慣智對朋友這麼好 而且我都還是帶女生去 就是請他們吃飯 或者讓他們到店裡吃飯 都算你的 然後他們來找我說 你叫豆腐的兒子就對了 對 豆腐的兒子 對啊 你吃飯的時候 你也要搶小的 對啊 所以我那個時候 在水底鄉有一個稱號 叫豆腐小王子 來 姐姐都總說 你跟爸爸收就好了 對 但那時候是爸爸還在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 那是爸爸離開之後 你還這樣嗎 那個時候就 那個時候就快接近國中 那個時候就沒有了 就比較怪 對 因為那時候五年 五年級以下 那時候還不懂 想說出去 要你帶錢幹嘛 錢對我來講這麼不重要 我只要帶妹出去 然後要結帳的時候 就報我媽的名字就好了 那也因為這個 12點就要起來做 對 很簡單 那我今天有一個東西 要送給我媽媽 等我一下 馬上來 其實她很乖 她很乖 但是她除了 她除了喜歡做老大 做阿霞之外 那是小時候 小時候 媽 因為父親節要到了 對 媽媽等於是母帶父舉 對 然後我今天呢 有準備一個 翡翠要送給我媽媽 是 那她這個是成龍觀音 那我會買這個呢 是因為想說我現在長大了 那媽媽就像觀音一樣 我就像龍一樣 可以帶媽媽四處走 保護媽媽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成龍觀音對我 很有很有意義 然後我也很感謝大尋寶家 這個製作單位這麼好 讓我有這個機會 然後在電視節目上 跟媽媽說 我心裡的話 因為長大的時候 有一些話比較 不好講 那 我還有寫卡片要 可以打開看嗎 可以 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個我要先說 因為我媽有老花 所以我寫比較大一點 讓冠智對母親要表達的 愛與孝心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媽 這是我這二十幾年來 第一次寫卡片給妳 那自從小時候 爸爸因為一場車禍 離開了我們 那妳就一人身兼兩個角色 是我們最愛的媽媽 也是我們尊重的爸爸 那妳的辛苦 我們都看在眼裡 我們生病的時候 妳總是二十四小時 每日沒夜的 都沒有休息 陪伴在我們身邊 那不慣的時候 就扮演著嚴父的角色 沒有教育我們 那現在我都大了 那雖然在妳眼裡 我們還是像個小孩子 讓妳擔心 那我也知道 我獨自在台北生活 總是讓妳擔心 但是妳可以放心 我會努力好好地學習 好好照顧自己 不讓妳擔心 那妳為了我們這一家 辛苦這麼久 現在應該要換我們 好好地來孝順妳 讓妳放心 休息 享受自己的人生 未來如果出現可以 陪伴又疼愛的媽媽的另一半 我們絕對支持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會代替爸爸 好好照顧妳 到永遠 最後我想跟妳說真 媽 我永遠愛妳 很感動 妳怎麼大了 都是做媽媽的心情 看到孩子能夠順利長大 然後現在又這麼懂事 這麼乖 這麼孝順 今天還特別準備了一個禮物 要送給妳 謝謝 謝謝 我相信做母親 她說她 她買的這是成龍觀音 對 妳也是希望能夠望子重流 對 希望也當有成就 表現好 在台北當打拼出自己的一番事業 然後這個還是我今年用我拍戲 存下的錢買的 我感動 很感動 對 但我還是要見價 對 還是要對不對 忘記了... 對 多少不重要 那個心意比較重要 對 還是見一下 好啊 老師 請見價 YES 買對了 這是個很大的冰諾種 冰諾種 顏色又帶綠色 很乾淨 對 這樣的墜子 然後它是一個觀音 我覺得很漂亮 那整理沒有瑕疵 你買得很好 買對了 不是說一個大裂痕 什麼沒有 乾乾淨淨的 光澤很漂亮 我覺得很OK 好 來 請冠志幫媽媽帶上好不好 恭喜 好 來 謝謝 我想媽媽帶在身上 你頭太怪了吧 既可以 既可以感受到冠志的孝心 也會保媽媽平安健康 很棒 媽媽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你帶三個孩子 尤其是在孩子這麼小時候 就一個人帶 我希望我的孩子 健健康康康 然後就很平安地長大 阿姨說叫你找個房子 有苦惡嗎 她說我這麼大 但是她又說我這麼痛苦 沒有人愛 你覺得李老師為什麼 好 來 謝謝冠志 冠志媽媽 謝謝